接下來我們要上的重點叫做 平衡化學反應方程式 就是 那個因為根據原子說 化學反應只是原子的重新排列組合 其種類跟樹木沒有發生改變 所以如果反應前有五個氫 反應後也是五個氫 反應前有九個氧 反應後也是九個氧 這個樹木是一樣的 我讓那個箭頭的左邊跟右邊 讓反應物跟生成物的原子的種類跟樹木 維持相同一樣 這個動作叫做平衡化學反應方程式 那比如說這個式子就沒有平衡 前面有兩個氫後面也有兩個氫 但是前面有兩個氧後面只有一個氧 這叫做沒有平衡 我要使它變成平衡 這樣就平衡了 前面有二得四四個氫 後面二得四四個氧 前面一二得二兩個氧 後面二一得一也是兩個氧 這樣子左邊跟右邊原子的種類跟樹木都相同 這表示這個化學方程式已經平衡 我做的動作叫做平衡化學反應方程式 那我們怎麼做這個動作 方法有很多種的所謂代數法 就是這邊設個小A 小B 小C 小Z 然後去左邊等於右邊這樣弄 輕有幾個A 幾個B這樣做 這個數字是解決不出正確答案 但是可以求出比值 我們就是要那個比值 但是那個是代數法 我們國中用的叫做觀察法 用看的 不是看旁邊同學的 是看那個方程式 左看看 右看看 答案就出來 高中會有一些用架數法的方法做的是 以後的是 我們國中基本上要用觀察法 觀察法怎麼做 把左右兩端最複雜的設成一跟二 有些東西你一看就是要設成二 如果你看不出來就通通設成一 到時候再來處理就好 到時候再來處理 通通設成一 設成一或者是二 然後從兩邊只出現一次的 開始做起讓左邊會等於右邊 一個一個的往下做 往下做就把它平衡好 這是我們的做法觀察法 最後 如果你算出來的有分數 什麼二分之一啊三分之一啊 通通要化成最簡單整數比 因為我們是整個分子在作用 所以要化成最簡單整數比 要化成簡單整數比 就是我們這個過程 OK 好來 舉例 水的電解啊 雙氧水分解啊 碳酸 加鹽酸啊 好來 這邊要注意 這裡的考試題目 有人就直接寫英文出來 然後你就去平衡找數目 然後呢 什麼xyz啊 abc啊 這問題說 a會不會等於b啊 什麼b是c的幾倍啊 數找就可以了 有些像這樣寫的是中文 你要不要通通變成英文 那麼第一問就是說 人家寫水 你知道水的化學師嗎 人家寫碳酸那 你會碳酸那化學師嗎 如果你不會寫就掛啊 沒辦法 所以你之前學的那個寫化學師要會啊 要知道怎麼寫啊 ok來 水 沒有平衡的就是水 變成氫跟氧 b粗哦 沒有平衡 老師說 從左右兩邊最複雜的開始做起 那個水最複雜把它設成1 那就是1寫完以後 從兩邊只出現一次的 這個氫也 左邊一個氫 右邊一個氫 氫出現一次 左邊一個氧 右邊一個氧 氧也出現一次 就是 你動氫也可以 動氧也可以 都可以 隨便你 比如說 假如說我要動氫就是 前面要兩個氫 後面要兩個氫 所以呢 這個就要寫1 後面的每一個東西 氫後面沒東西 就不要做 就結束了 回來看 氧 前面有一個O 前面有一個氧 後面要一個氧 可是它是O2啊 兩個O怎麼變成一個 O2怎麼變成一個 二分之一嘛 二分之一 這樣平衡好了 左邊那邊一樣大 可是我們講過要怎麼辦 要變成最簡單 整數比啊 所以通通乘2 所以平衡算2H2O 生成2H2O加O2 就是水電解的 接下來 雙氧水分解一樣 左邊是雙氧水 H2O2 右邊O2加H2O 好 第一步 最複雜的是 1或2 雙氧水最複雜 寫成1 好 從兩邊只出現一次的做起 只能動氫了 只能動氫 為什麼 O前面一次O 後面有個O2跟H2O 有兩個O 所以O不能用 O不能動 只出現的時候只有動氫 只有動氫 那前面有兩個氫 後面要兩個氫 所以這個要寫成1 要寫成1 好 1寫完之後 氧就定好了 可是本來氧是不能直接動的 因為我要找兩邊只出現一次的 可是這裡只有氫跟氧 氫停後來就只好動氧了 好來 右邊已經確定有一個O了 左邊有確定一個O2了 所以左邊告訴大家要兩個氧 右邊有確定要有一個氧 兩個扣一個來剩幾個 一個 所以前面那個O2要變成一個 怎麼讓它變一個 O2怎麼變成一個 用氫要2分之1 好 這樣子左邊跟右邊就一樣 左邊跟右邊一樣 可是不行啊 要化成最簡單 乘數比水通通乘以2 所以雙氧水分解化學是長這樣 2H2O2生成O2加2H2O 好 最後一個 碳酸鈉加鹽酸生成氯化鈉水跟二氧化碳 長這樣 碳酸鈉加鹽酸濾化氫 分接六化鈉水ux 替二氧 好 最複雜 set成1和2 誰最複雜 碳酸鈉加鈉 WITH1 一固定完之後從兩邊 只出現一次的 納左邊一個 右邊一個可以用 碳左邊一個 右邊一個可以用 氧 不能用 九邊一個O3 後面有個H2後的O 還是CO2的O2 不能用 所以你可以動那 也可以動態 假如我動那 左邊要一個那 右邊要幾個那 一個 所以呢 綠花那邊要寫一 對不對 綠花那邊要寫二 對不對 我剛剛講錯 因為是一個NA2 NA2嘛 所以有幾個那 兩個那 所以這邊要寫兩個那 2NA 好 這個2NA寫完 B就確定了對不對 綠也只是這一次對不對 綠也確定了 右邊有幾個綠 兩個綠 所以左邊要幾個綠 也是兩個綠 那左邊怎麼變兩個綠 寫二 寫二 那你這個左邊的A4要寫二 綠確定了 綠也確定了 綠也確定了 綠也是左右指數這一次 所以綠也確定了 左邊要兩個綠 右邊要兩個綠 所以右邊要怎麼辦 寫一 1H多 1H多 都在看O啊 O本來不動 O 不動 為什麼O不動 因為O左邊出現一次 右邊出現幾次 兩次 這個我先不能處理 先不能處理 我只出現一次了 那還有一個什麼東西出現一次 我沒有處理的 碳 碳完了沒有處理對不對 右邊寫碳 一個 左邊要寫碳 一個 所以這邊要寫多少 寫一 一完之後 哇 通通寫完了 應該平衡好了 對不對 可是我也沒有檢查過 誰沒檢查 O沒有檢查嘛 我們要檢查一下O 檢查一下O 左邊一個MA2 CO3 幾個O 三個O 右邊一個O 2O 一個O 一個CO2 兩個O 一加多少 三個O 檢查O也怎樣 OK 應該是OK啦 我們檢查一下OK 兩點兩點 所以最後就變成這樣 就是我們的 然後我們講過EK省略不行嘛 EK省略不行 所以冠軍就寫成這樣 這就是我們的1.03 告訴各位 我們如何用觀察法 告訴各位 我們如何用觀察法 來看 來那個平衡化學反應方程式 就是你要學會的事情 觀察法 平衡化學反應方程式